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日本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得亚军 目标已经瞄准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 1990年4月出生的高桥李华与搭档松友梅佐记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女双冠军 为日本拿下首枚羽毛球奥运金牌 在2014年10月底 高桥李华松友梅佐记首次成为女双世界第一宝座 成为日本第一位登顶世界第一的女双组合 她们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占据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日本女双的头号组合 除了奥运冠军 她们还收获包括亚境赛 全英赛 刘伯碑等多个比赛的冠军 不过她们始终没能获得市井赛女双冠军 不过在东京奥运周期 日本又崛起了几队女双组合 高桥李华松友梅佐记 随着年纪的增大和伤病的影响逐渐失去了竞争力 她们在奥运积分榜上 与队友曾获得世界第一的辅导 游记广田惨化 两届市井赛冠军得主 松本麻又永元和可纳积分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 但他俩已经基本上无缘参加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 受到伤病困扰的高桥李华在今年8月宣布提前退役 在高桥李华退役之后 其女双搭档28岁的松友梅佐记 将自己的重心转向混双赛场 她与混双搭档26岁的金子佑术目标 是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 在不久之前结束的日本羽毛球锦标赛中 两人获得了混双亚军 而金子佑术正是高桥李华的结婚对象 1994年7月出生的金子佑术 在2012年获得是青赛男双亚军 不过在进入成年人赛场之后 始终没能获得太好的成绩 最好成绩是2018年曾获得德国公开赛男双冠军 高桥李华与金子佑术在一起之后 还表示自己以后要密切关注金子佑术和松友梅佐记 两个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